我有一个朋友推荐我买这张储蓄型的保单 那这张可以买吗 想要无脑存钱 储蓄型保单成为不少民众首选 但要小心不效业务员设下的诈骗陷阱 最有名的就是宅宅事件 之前有上报 业务人员用查税 还有优惠的方式 骗死保护把现金交给业务同仁 来做一个转交保费的动作 过去就业务员以自动扣脚保费过高 恐遭查税或是现金缴费更划算等理由 诱骗客户将保费交给自己 实际上却将款项侵吞 另外还有部分业务员干脆硬制假保单 要保护将钱汇到自己账户 等到被害人察觉异状 向保险公司询问 才发现一切都是假 现在金管会这边 好像在去年第三季的时候 他也有献说就是单笔保费 如果说保险业务员用现金收取的话 计划就是在限缩在五万元以内的限额 专家也提醒民众购买投资型保单时 还得注意业务员销售话术 免得钱还没赚到 荷包就先大失血 另外为了防止诈保案件 保险公司也祭出比对机制 只要发现同一人不断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金 或是不同人平凡找上同一名医生看诊 且症状都一样 就会立刻报警处理 警方也会假扮成病人到医院盯梢 直级画面 当场戳破 炸饱谎言 三十五网医生的新疑